大约在三周前 我在做晚课时 意念起我的祖母 当晚就在梦中见到她 双眼不见 腿不能走 我当时叫她念佛 她照做了 我便离开了 又一周之后 我又在梦中见她 相貌完好 生活无忧 我心里便安心无虑 请法师帮助我解梦 我帮你解梦 这个事情 《地藏菩萨本院经》里面说的很多 说的很好 你们会记得吗 梦见家亲眷属 是已经过去的这些人 你梦到了 你梦到这个时候 佛在经上讲 他又求运 求你帮助我 所以梦到这些事情 我们应当 很虔诚的 诵金念佛 回上给他 他又要求你 所以你梦到之后 你要为他发愿 你要为他发愿 我念十部弥陀经给你 或者我念一百部弥陀经给你 我念一万声佛号给你 我念十万声佛号给你 专为他念的 他来求你这些 你应当要帮助他了 至于你念多少墓经 念多少佛号 以修行功德回向给他 这是你自己定的 你看看你自己 有能力帮助他多少 一定要帮助他 你这样做呢 以后再次不会梦见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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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